XO的寄室生活 嗨 是的 大家好 没错 我们的特派记者就是XO的成员 泪 马上我们就为大家公开我们的中心 XO 嗨 陈 陈的房间简单又温馨 无处不透露着这个大男孩的童真心 不过你的整套床单被套 好像不是一个风格吧 碎花戏 乔温格 你连家具用品都这么时尚混搭 你的粉丝知道吗 看似个性十足的陈 原来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他的心头爱居然是 可爱小熊 谁说床头娃娃是女生的专利 猜猜看谁才是秀敏的最爱呢 是她 是她 还是她们呢 慢慢没想到原来是她吧 哦 尝尝 不过没完与狼共眠 你真的不怕吗 不怕 对 这首歌 我生日时的愿意给你们 给你们给你们 对 给你们给你们 我生日啊 我生日啊 OK 对 音乐少年的寝室生活 肯定少不了创作 这位少年是 没心 哦 我现在做歌 这么有模有样 相信不久 就能听到你的原创作品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今代日子写这个菜 加油 再来听听博弦 和灿烈的练习曲吧 来牵一下 嘿嘿 不饿啊 加油 不过第五 你在干什么 嘿 嘿 嘿 你在干嘛 嗯 你在干嘛 不要吧 我记得你 快乐大饼 啊 啊 你好 现在才知道我们在这儿快乐大饼 好看吗 成立丝 哈哈 呆不拉机 你怎么那么呆 哈哈哈 好吧 快点 成立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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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过了少年们的睡房 是不是还没过瘾呢 让我们继续探秘他们的生活区吧 好好的梳妆台 为什么被罩起来了呢 难道有什么小秘密 这不是 这不是 哦 你好 这都是你的衣柜吗 那这有我 啊 跟你 啊 我说累啊 变身特派记者之后 你连自己的衣柜都不认识了吗 哦 还有 陈 三个人一块用的 三个人一块用的 这个地方是陈的 哦 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是我的 哦 这个地方是你的 哦 想想怎么样 要整理一下衣服去 对对对 穿什么衣服去 都说鞋子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味 XO的鞋柜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边是我们的 这边是我们的 西优明的衣服 这边是我们的 这边是西优明的衣服 这边是西优明的衣服 秀明啊 你对鞋子的爱 还真是专一啊 至于那些无处安放的鞋子 竟然是这样 和这样 散落在天涯的 这么有品味的金色良鞋 想问他的主人是谁呢 看完了鞋柜 再来看看书房吧 这么多漫画书 都是你一个人的 大家好 我是XO的书房 这个是 这个 这个 马拉切 这个就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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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奇纯的银铁侠 足够呼唤真身了吧 说到银铁侠 这两个小伙伴 也是他的死忠粉哦 他还可以亮 哇 还是可以亮 那能飞吗 刚想飞了就能飞了 那能飞 哦 好厉害 5 6 1 2 3 很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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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再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厨房吧 大家好我是XO的书房 怎么在家戴墨镜啊 我刚才起床眼睛有点肿 涛啊你的偶像包袱也太重了吧 上线路上线路不大好 厨房用品应有尽有 连冰箱都有两个 不知道XO里谁会亲自下厨呢 这是我们的集成员陈写的 早上的饭一定要吃 然后这个是什么 就是啊 就对 对对对 就你不懂 这个你没有写点字 你就说清楚 是不是你不懂 不是不懂 是写点字 看不懂 OK 舞台上光芒四射的他们 私下生活却如此简单朴实 这么有爱又努力的他们 是不是也想抱走一个当室友呢 哇 你加分呢 这个你们的素质